大家好,今天我们会进入单元酒我爱健康生活的其中一个小标题 那就是远离恶习保健康 远离恶习保健康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同学们想一想什么是恶习呢? 恶习就是不良的习惯,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吸烟啊,喝酒啊,赌博啊,或者吸毒等等 这些都是不良的,不好的习惯哦 接下来,老师要同学们想一想一下的提问 同学们,你们对抽烟的人,喝酒的人有什么印象呢? 第二,你们是否看过反读的广告呢? 老师希望每个同学都在媒体上,电视上,报纸上,或者是手机上看过反读的广告哦 接下来,请同学们观看以下的图片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类的烟槽跟酒 这些烟槽、酒和含高酒精的饮料及毒品都是会让人们上瘾的东西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用离这些毒害我们健康生活的东西哦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假如我们正确的使用一些物品 其实它是可以带来益处的 比如说烟槽,它可以用来制作驱蚊剂 然后它也可以拿来止血、止呕、止痛、解毒、杀虫等等的功能哦 但是,假如我们错误的使用,它就会带来害处 吸烟它可能会导致癌症 然后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会有影响 而且它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它会造成慢性脂气管炎、肺气囊、肿和慢性气道阻塞等等 然后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 到对于女性的话 它会导致我们可能怀孕的妇女流产啊 胎儿发育、迟缓、或者新生儿低体重等等的问题哦 所以,身为一个明智的人 我们应该要远离烟草,爱惜我们的生命 当有人提供,就是邀请你去喝酒或者吸烟时 你应该要勇敢的说不 那,同学们请想一想 如果喝酒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那么我们可以吃有酒精的巧克力吗? 对了,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吃有酒精的巧克力 特别是小孩子 因为酒精巧克力里面一般都是有白酒或者是红酒 以及葡萄酒制成的 然后,它含有酒精的成分 如果是白酒的酒精 巧克力、酒精它的浓度会很高、很大 但小孩子服用过后 会有可能会过敏 或者是引起其他的不适 严重的话,就会影响他们的资历问题等等 小孩子最好不要服用酒精巧克力或者含有酒精的食物制品 因为这是不利于小孩子的身体健康哦 如果是因为女生那么高中,这支钱可以让你评论一下